小梅 小梅 久等了啊 没有 我也刚到 怎么样 累不累 我累什么呀 我就坐着 这不是我推 我累 小梅 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 春生这幼长分量 我都快推不动了 我这叫身子给我结实好不好 你们看 这是蛋片的位置 从片子上看 直径零点五厘米的有两枚 这里 还有这里 你现在还年轻 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骼老化 慢慢地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 特别是降温 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 另外 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 和卧床情况 由于蛋片一直在身体里 这个位置 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 严重的话 可能会发生蛋片移位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 我们回家商量过了 就手术吧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通过手术可以将蛋片取出 这样就能彻底地解除风险 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 你们看啊 蛋片的位置 在脊柱这里 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 非常丰富 如果手术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 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 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对 大夫 那您觉得 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保守治疗 虽然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 病人的生命还是无余的 手术治疗 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 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 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 很多时候治疗效果 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 我们作为医生 只能提供解决方案 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 至于怎么选择 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小梅 这个你是专业 要不你做主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境技术论文 尤其是您翻译的 德国康姆兵教授的那一篇 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 使用关节镜 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 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 大夫 百分之七十 这成络不挺高的吗 不是 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失败几率 如果这百分之三十 如果失败的话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 甚至是丧失生命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如果恢复得好 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 但是 考虑到蛋片可能会发生疑味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 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那还是做吧 不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几率 可以完全康复吗 那剩下的百分之三十 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也会后来说 是什么 China 是什么 还是什么 是什么 对 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谢谢啊 谢谢 回病房 走吧 走 走 走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 能动 他可以动 姐 姐 可以动 能动 能动 是 是 小梅 你跟我出来一下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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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被子盖上 别着凉 好 我跟你说啊 杜牙要多运动 这个腿多柔柔 活血多好 小梅 虽然目前的情况 比他们预想得要好一些 但是我发现 他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 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 取蛋片出血时 也伴随着神经受损 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 和复健的情况 明白 那我先走了 小梅 大夫怎么说 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 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 可以恢复百分之九十的运动能力 他说 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了复健医院 没事 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 就可以过去 好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部队领导 他一直挂念着春生的手术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齐天 那个 咱俩去打点饭菜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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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老老 坐 小梅 谢谢你啊 真的很谢谢你 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 推荐的新方案 我 我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客气什么呀 马上就要复健了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小梅 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 耽误你自己的事了 我这梦想是没戏了 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这 这袋药缸不也说了吗 我这情况很理想 你不要再操心了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得要好一些 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 但是 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 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 取蛋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 具体还要看之后恢复我肤健的情况 真的是 你这么快要伤感觉 没浪费 你现在看这个女人 不会让我以后 你得那么厉害 青年 来 慢点 很好 坚持住 来 推我的手 很好 慢点 慢点 好 非常好 放松 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那就借你激烟了 好 休息一下 小梅 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 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 让我去试试 挺好的呀 你一定可以的 你千万不要担心我 我这 我这情况挺好的 手术也很成功 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 我也恢复得很好 这以后的康复训练 我一个人就行了 好 你放心 为了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 我一定亲自站起来 当面向你表达感谢 行 你别乱动 好好休息 还亲自站起来 不然呢 明天齐天哥和燕秋节来接你 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 那我就不过来了 行 怎么样 收的差不多了吧 你说没有小梅啊 还真是不行 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 反正我是弄不明白 叔叔 小梅将来怎么打算啊 他说 他在医院找了份工作 他想试试 傻小子 他这么说啊 是为了让你安心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 没有执照 哪儿这么容易进啊 估计 他是想等你康复了 在想自己的事吧 好 来了 好 来了 小梅啊 燕秋姐 来来来 来 进哪儿上 进哪儿上 给 这是给春生的 他上次说 手术之后腰更疼了 让他把这个腰疯护着 可以保暖 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 给他敷一下腰 可以缓解疼痛 好 这些是春生 平时训练的时候 一些注意事项 我列了一张表 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那你去哪儿啊 我最近有一些工作 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不是 就是工作有点忙 姐 是吗 小梅给你的 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 想了不少办法 姐 我这已经好多了 就是嘴硬 你呀 跟小梅说两句软话 服个软 行吗 姐 我是不是想耽误人家 就我这儿腿 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一步一步来 你急什么呀 你现在这样 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 那才让她心寒呢 姐 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 我这腿呀 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没事 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 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 等腰有劲儿 腿呀 也就有劲儿了 还有 你得好好康复 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 还有我们呢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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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来了 我这儿呀天天惦记你呢 我 我得跟你告个状啊 有个臭小子 你给他护腰 他从来不用 我说给他热敷 他也不干 说让他锻炼身体 按照你的来 他从来不做 我跟你说 真的是一点都不行 姐 你怎么能瞎说呢 我 小梅 我 不 你看 你给我的护腰 我天天都在用 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 你别说 还真有用 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那就行 看来 这次还挺听话 小梅 谢谢你啊 不过小梅 话说回来了 春生的腿到现在 还是恢复得不好 依然不能走路 我这次过来 就是告诉你们 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 有专业的医生指导福建 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不用了 康复中心 康复中心我知道 特别难见 小梅 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我说过了 我是专业的医生 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听医生的话 我们去 我儿子 那小梅 那就麻烦你了 康复中心的事 康复最关键的 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 就不知道某些人 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来 用力 脚用力 动我手 动我手 好 非常好 来 左腿 来 右腿 来 脚不用力 很好 来 坚持 继续 坚持 好 好 大夫 我这儿来了一二十多天了吧 怎么我这儿右腿 还是麻馊馊的 一点感觉也没有 可能跟你之前重担的位置有关系吧 放心吧 你左腿现在恢复得不是差不多了吗 主要坚持练 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好 来 坚持 好 好 坚持住 坚持住 好 来 叫专生家属 好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女朋友对你不错 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就只是朋友 再说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 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对人家好点 这姑娘是个好姑娘 我跟你说 咱们康复中心 来 再来 用的这些康复器材 那是这两年才已进的新玩意儿 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僧多周上 你打听打听 乃劲现在排队的不是无恙无恙 要不是您女朋友 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 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 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 专门让您每周来练 所以说 来 搅进去 不说别的 就冲着女孩这份心 你也别辜负着你 来 好 来 放送 好 好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 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 如果在这个时间里 她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 痛觉 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 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 反之 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没有明显的改善 我建议她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你来了二十多天了 嗯 感觉怎么样 这左腿还行 能使上一点劲 就这右腿麻嗦嗦的 一点感觉也没有 你用你那个手掐一下 看疼不疼 甭掐吧 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你 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动不了 完了 对啊 跟我一样 没治啊 咱这设备不行 就是一些简单的单杠 双杠 还有一些牵引器 这个啊 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 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 没戏 我听人家说的啊 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 用光 把这一照 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 它那个神经 还有血管 肌肉 它就愈合了 你别笑了 真的 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 咱们这病啊 就有的治了 瞧您说的 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 咱得的又不是绝症 那我告诉您啊 就好好练 一定会有效果的 一个月啊 黄金时间 要是恢复不了 那就彻底歇菜了就 好 春生 你看谁来了 东哥来了 行啊你小子 回来也不言一事 小梅都跟我说了 配合大夫啊 抓紧时间康复 等你练好了 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 好 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 吃个饭 改善一下祸事 完了啊 上往那儿去看看 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 都等着要见这大英雄 我算什么大英雄啊 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要跟我平是吧 臭小子 来 大家看看 我把谁带来了 我把谁带来了 您就是萧生生虫子吧 四伯爷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 是吗 他还说我什么话忘了 就说您以前单刀附会 赠钱和天儿哥一较闭人图的事 东哥 您这不厚道啊 我单刀附会 可最后 是您脱帽化解的风波 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见您的光辉形象呢 别偏 别听听胡说 梁师傅 咱赶紧去吃饭吧 对啊 东哥 我肚子都饿了 吃饭去吧 走走走 吃饭吃饭 你们继续练啊 行 你们先练着啊 我们再练过 有些东西 入卖 摆得更多 再采招呼 把每个东西都都放在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藏了 没藏 你说我怎么生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 天天围着萧春生转 现在她的残难 你还不死心 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 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你倒挺有自信的 可是凭你的学历 哪儿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我在学习 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花等号的 再说了 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康复医疗 你说得倒好听 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妈 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 您作为一名医生 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 好 你这么取见我的意思 我再也不管你了 我再付钱 你这么食调一下 我再捡一下 你这么食调一下 你什么影响 我把你判断的 我更不缓了 食物 行 vengeance 你北京的工作 什么时候上班啊 你之前跟我说 转回北京卵接手续 都办好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爸这个人想让他脱关系 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 春生 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针 针灸 你还会针灸啊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 咱们可以试试 如果疼的话 你就告诉我 把裤子撩上去 好 这 这样行吧 小薇 你这针灸 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 这方法对学位是很讲究的 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 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 你多担待 有感觉吗 有感觉吗 少子医生也没有说 我这恢复期有多久啊 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 你这么严重的伤 怎么也得大半年吧 再说了 老话说得好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小春春同志 你可得坚持住啊 没事 一会儿好好弄弄带走 来了 燕秋姐 来了 外头冷不冷 要不先喝点茶 不忙 姐 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 好好好 我赶紧带春春去医生那边 那辛苦你啊 姐 我先走了 好嘞 不算慢慢走啊 放心吧 大夫 我 我这右腿 到底还有多久 多久才能恢复啊 别着急 放平心态 恢复这事啊 最怕的就是着急 你 你应该适度地运动 没事呢 多活动活动 春生 你和护士先去拿药 我还有些事情 要问问大夫 来 护士先去拿药 来 护士先去拿药 来 护士先去拿药 麻烦您帮我取一下药 好嘞 谢谢 春生的腿 真的好不了了 小梅 作为医生 我不能百分之百地告诉你 春生的腿肯定能好 或者肯定好不了 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 距离我们的预想 差距很大 他的右腿 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尽 热下终身残尽 我听说 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 是不是可以治好真身的罪 确实 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 但是治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 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 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 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 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可是春生 春生到现在 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一群 一群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 你放心 咱们得打起精神来 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小梅 我想要去复健 今天已经不早了 明天再去吧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好 在哪里 我现在就花了 只有对 我可以 只流洗你的 都跑得干的 慢慢熬 你 春生 休息一下 喝点水吧 今天的量已经够了 咱们得慢慢来 春生 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得循序渐进 医生说了 不能着急 否则的话 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 适得其反 小美 你把手放开 你再这样的话 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你再这样的话 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我真的想教你 听说你 想教我 听说你 你男友 我比较多 我比较多 对 你女友 前面 energy 你真uries 不较多 我比较多 你女儿 比较多 老变多 有事说事 不是先殷勤 我害怕 妈 是这样 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打住 直接说你想干什么 报告领导 希望得到领导首肯 我希望您从医院 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停住 停住 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 想要设备就设备 想要进口就进口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帮大忙 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我能摘得下来吗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星星月亮离谱 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 童小梅 你这么多年的书都堵哪儿去了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我知道 很难 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别给我灌米后汤 不用说了 不可能 妈 我明着告诉你 医院没有这个途径 我也没有办法 你自己有本事 自己去弄吧啊 我管不了这么多 春生 春生 你怎么了 你都少喝的 我少喝的 你看看 你都喝成什么啊 你 春生 春生 你怎么了 怎么摔倒了 你怎么摔倒了 你怎么摔倒了 就让你们少喝点 你看看你 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 没事 没事吧 没事吧 春生 你怎么摔的啊 春生 你怎么摔倒了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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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生 小美 昨日那天 在医院里 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其实吧 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 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 能 能混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 就收搞乡了 子 真的很专程 你不会损抱我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小飞 你知道吗 今儿一开始 你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 你就不应该让我 冒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 毕竟 等你朝着一个方向 一直不停地努力 当你怀抱希望地以为 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跳出来 他跟你说 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 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真的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 春生 原地踏步 至少必再放弃强 童小白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 我求求你行吗 我算我求求你了 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 浪费心思了 行不行 跟我 春生 来 春菲 来 春菲 来 春菲 春菲 怎么回事你啊 你这事发什么脾气呢 就怪你们两个 非得喝喝喝喝 就是你们两个 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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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里 萧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萧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萧春生被发电话 小梅她怎么样 你不知道啊 她跟我说 他家里面在医院给他安排了份工作 他还是想当个医生 医疗系统又不是他家开的 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 你要是真是他说什么就信什么 一点都不考虑 那他之前跟我说他留在北京 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 是因为我 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 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 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 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 早就该发现不对了 你不会还真以为 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 肖春少啊 别这么没良心啊 我就明跟你说了吧 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 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 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 也就是你这种 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 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 才能吸引到他 贺洪凌想去文公团那会儿 他就是奔着成全你们 才让出这个名额的 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 还去找过贺洪凌 想让他等等你 还有这次 你正经的女朋友贺洪凌 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路 大好前途 而他呢 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 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 当医生的机会 跟着你回来 肖春生 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 你怎么就不明白 他对你的一片心呢 那你呢 那天你们也看到了吗 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现在我已经找到他了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你不是非人 你是英雄 真正的英雄 回北京做手术 你就能站起来了 你还是原来的你 你帮我跟他说声谢谢 还有对不起 我早该明白了 也许我早就明白了 只是我不愿承认 我有懦弱的时候 需要别人陪着 什么都不用做 就只是陪着 就只是陪着 我就觉得我这口戏的 还没有散 那其他的呢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 那小梅呢 她现在 家里让她复习 准备高考呢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别跟我说 自己配不上她那样的吧 这是事实 你这样说 是在糟蹋她对你的心意 她对你的喜欢 不是那种盲目的 庸俗的 女生对男子汉 英雄气概的崇拜 她在你身上 投射了一部分自我 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 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 一个永远走在 理想路上的自我 说了 说来了 知道了 你好好想想 别辜负了她 别辜负了她 ächen 寂寞 来 喂 小白 黑子 怎么了 不是 你说什么 小白出事了 妹妹 你要是有关系 回头再定你来 不就完了吗 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 不是 其他货我运走了 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 妹妹 我呢 刚才说萧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 哥在这儿呢 给你道个歉 只要你肯出 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加三千块 叫子大哥 送给你跟萧春生的彩礼了 这成吗 老四 我赶点踢 妹妹 拿着 你看 拿着 来 别动手 别动手 来 我告诉你 你把这钱拿着 你拿 拿着 妈呢 给脸不要脸是吧 给脸不要脸是吧 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啊 这要是茶参起来 老子也不吐 抬走 起来 你俩哥几个废事 走 走 快点 快点 像谁啊 二手放开 妈呢 妈呢 李上游 罪不及家人 祸不过妻儿 你这是在坏规矩 都什么年约了 你还跟我提规矩 我问你 规矩能挣钱吗 再说了 你干吗 遵守你这么一瘸子的规矩 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 怎么着您呢 出来了 怎么也不提前智慧一声啊 我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李上游 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 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 再说了 这是我们花钱买的 跟你没关系 我这只手 要能恢复如初 那咱就可以谈 要不 你陪我一支 李上游 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 告诉你 现在不仅要讲规矩 还得讲法律 告诉您几个 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 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 识相的 就赶紧走人 下定期 走 咱们 来吧 你们这儿 见过 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他 我去 我 纯少 干吗 松手 松手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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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手 揍手 小梅 你是不是打 你打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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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动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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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你怎么样 是不是上上哪儿啊 你说话呀 来 小梅 你看见没 我 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 是不是走了两步 你那是走吗 那是摔 你刚好 逞什么能了 不是 你别 你别哭啊 轻 轻点 没事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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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 礼上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疼 疼 疼 轻 轻点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 你都可以站起来了 可以啊 小晨晨同志 佟大夫不在 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 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 劳心劳力 是不是 那我这两天 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 我 亲眼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也该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些拳头 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 这算什么呀 我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 笑什么 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 是谁之前说了 我是个废人啊 你别管我了 我说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 唯女子于小人难养也 你得罪我的那些话 我可都记小本上了 上回的你别记了 我 我那是口是心非 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 往后都行 我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 疼 疼 你轻点 听见了 小梅 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 我仔细地想了想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应该接受现实 就算我这腿 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 是没有问题的 回不了部队这事 我接受了 放心吧 电磁仪已经到了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好 春生康复期间 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 她在组织的鼓励下 决心早日站起来 好 注意呼吸 同医生 背后长眼睛了 所有的医生都有三百六十度环境监测功能 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薇 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 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你想干点什么 你知道 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 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 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 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 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 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 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 比如中华崛起 比如天下围攻 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 但实现理想的道路 不仅只一条 这条不通了 我们就再换一条 小薇 你说得真好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 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 我最近也一直在想 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 读医学 出来以后当医生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 可是我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 大学出来以后 就二十九岁了 二十九 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 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我知道 我只是有点怀疑 我不确定 花五年的时间 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 或许不值五年 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 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 也许十几年就过去了 那时候我就四十多岁了 说句自大的话 其实很多知识 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 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 研究 我在国外的期刊上 也已经看过了 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 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 我也看了一些论文 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 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 虽然一九六零年 就成立了国际商产者康复协会 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这门学科 依旧是医学的附属 甚至成了医学领域 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 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 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 针灸把关治疗方式 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 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 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 考完之后就能上岗 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 还是很大的 现在想想 我以前总说 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 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 心里未免没有侵蚀 护理医学的想法 但是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 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 我才意识到 所有的医学 都是为大家服务 为患者服务 都是一样的 也都是光荣的 那这么说来 我岂不是成为了你 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那佟大夫 那我这个病人 表现得怎么样啊 勉勉强强八十分吧 八十分 我觉得我总绕应得一百分吧 我觉得我总绕应得一百分吧 总绕应得一百分吧 所以春生 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aksま 为什么 小康复 Dom 感谢观看